台北市位于台湾的北部 人口也占了全台湾的12% 它是重要的经济的枢纽位置 包括国际空港以及国际的海港 都具备有国际化的条件跟竞争力 所以在福宇台铁、高铁以及城际间的轨道运输 希望能够与其他的城市能够快速的进行联系 便捷的交通是城市的一个命脉 台北市政府首重的交通建设 就是积极提供大众运输系统的效率 所以优先推动城市内轨道的建设 本计划因为是信义县向山站 然后再延伸到信义路六段的福德街的一带 那它可以扩大这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一个服务范围 那可以发展整体的一个运输效益 那因为这个捷运开发区它是属于老旧的社区 那所以在这个R03站体设置 延伸线设置之后进行这个土地开发 那土地开发它可以带动这个周边的一个商业的发展 经济的繁荣那也可以促进这个地方的一个发展 那因为这个捷运连开区的捷山用地 它是一个完整的揭扩 那也有一个开发计划 以及就是整体的一个规划配置 那未来配合这个土地开发大楼的一个地理位置 跟建筑的配置 希望有利地主参与这个大众捷运系统土地开发的一个效益 那新一线东沿段这个捷运开发区完工之后呢 它可以提供这个福德街 以及中坡南路附近民众搭乘大众捷运系统 那也可以便利这个交通的建设服务 那提升周边地区的一个土地利用价值 来促进这个都市的一个更新的推动 那本计划合理性的评估说明 那本计划是依照土地征征征条条例 以及大众捷运法相关的规定 来办理这个计划的推动跟报合 那台北都会去大众捷运系统 台北捷运系信义县向东延伸的一个规划案 也已经承报交通部来审查 那经国家发展委员会103年9月10日 已经审议通过 那并于行政院103年9月正式核定 那用地取得是依照这个土地征征征条条例 第三条来规定办理 那在结语的部分 依法程序办理本次的会议 那本次的公听会是依照这个土地征征征条例第10条 以及土地征征征条例施行细则的第10条的规定 那所以今天第一次公听会呢 是向各位地主说明这个新办事业的一个概况 然后展示这个图集资料 以及说明这个计划性的公益性 必要性 适当性 以及合法性 然后之后再来听取这个各位地主的一个意见 那本次本计划具有 不好意思 本计划具有公益性 建造跟营运 所以综合前面刚刚的说明 本计划呢 是具有这个公益性 必要性 以及合理性的 那在区位的一个合理性说明呢 本计划在新一线东延段R03站的捷运联合开发区 结核用地 以公平客观的方式来进行规划设计 以及区位的一个选址 结果以限制是比较最佳的一个选择 所以基于台北大台北一个都会发展的一个考量 跟考量到现在新一线的一个延伸 也已经奉中央的核定 所以目前这个区位的选定呢 是具有合理性的 那也尽请就是支持这个计划的一个 后续的一个用地取得的作业 那本次公听会 我解报说明到此